近日于正的神雕侠侣每天都会通过微博曝光新的进展以及演员的各种造型 可谓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日前于正再次曝光此剧的魔幻仙霞情节 并晒张新宇的唯美照片 称我不会告诉你古墓里住着九尾湖 他们貌美如花 娇艳似火 却不允许跟男人在一起 只因为很多年前他们的祖师婆婆被一个男人辜负 但是古墓的冷清压不住心中的桃花 爱情的渴望像蛇一样滋长 于是她化身少女投入红尘 去邂逅那个能打动她的人 敢问客观陆家庄哪里走 随后张新宇转发紫微博 原来古墓姐妹的前生是九尾湖 照片中张新宇身穿白色脱尾裙 一头飘逸的长发 值得一提的是 背后九条长长的狐狸尾巴相互交错 唯美至极 该剧虽然遭到大规模的围攻吐槽 但仍有很多网友表示期待 也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称不要打太极了 东西娱乐整理报道